这样子的超队 由于他自己手上有一张K 排面有一张K 那么对手KK的组合只剩下一组 所以他这里并不是很惧怕对手的KK的组合 那他这里依然会觉得自己还是领先 对手在前置位的示弱的动作 使得我们的AML可能会错误的判断自己的排力大小 在底池只剩下 底池已经膨胀到74万的情况下 那现在Jetton非常想听到对方说一句all in 他的前置位已经选择过牌 非常好的非常巧妙的一个陷阱 我们现在就看我们的AML会不会上当 AML现在还在 all in 确实说了一句all in 然后Jetton马上空 然后这里Abinard看见非常不好的消息 也就是这边Jetton他是有葫芦的牌 那这里我们看见Abinard只剩下五万三千的积分牌 也大概只有差不多三个大毛的量了 直接是被淘汰出局 淘汰出局 那根本没有剩积分牌了 不幸看见Abinard在这桌表现不错的玩家 在一手比较冤家牌的情况下被淘汰出局 我想说这手牌 Jetton设的陷阱是真的打得非常好 是 他并没有急 对 连续三次过牌跟住 对 在这种面上 他选择过牌给对方下注 I predict Bonomo That's a real bad hunt What about what got in his face What about what got in his face I don't think it's for Bonomo I don't think it's for his expression He's more intrigued by the hand Blow up in one, two Oh no, it's not Igor, it's not Matthias Okay, coming up Countdown 好,这里我们看见两位玩家 Hexton跟Richard Young手持同样的牌都是AK 那在这边枪口位的Haxton 哈利波特加注到45,000的积分牌 那这里Richard Young再加注到147,000的积分牌 那这里哈利波特他会做什么行动呢 那这里马上打了个All-In 那现在Action回到Richard Young 那这AK我们知道是翻牌前很强的牌 他没有办法吃掉 然后呢做了个call 我们两位玩家进入翻牌后了 这边Richard Young非常想看见方片的面 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大亨 我现在过来跟阿童换班 那我跟Sinna会接着为大家来转播 然后就一来又看到一个对决 是个Charp的牌 好了 唷 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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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 我们现在换到另外一桌 我们的BONOMO拿到一个S9 应该是在Button选择了一个慢打 哦 sorry 我看反了 BONOMO是K9 那中S的是BJ10 那我们的FROFF跟TUN都没有下注 那J10再次拿下底牌 记住 这边呢 我们看见J10已经有 应该是我们这个比赛中的 积分盘领先者了 刚才也淘汰了Ebbing啊 是 是 是 这边我们Hackston跟Smith 在转排 两位玩家都没有击中 这次的Mainman总共吸引了48手买入 我知道昨天我在Facebook看到 那个Michael Souza说他买了三手 对 但是呢 Soyza现在好像暂时还在这个比赛中 对 然后呢 最多 现在还在赛场的Mainlu的玩家 就是David Peters Mainlu四手 哇 我记得Peters在上次在季州的传奇 也有赢了一个冠军 好像是 Six Max吗 对 他好像是有赢过冠军 我记得最后是跟那个 Steven Chewick做了一个Hands Up 对 Peters他一般都是打得非常 穩的一位玩家 我觉得Peters 他 我觉得他比 他除了穩以外 我觉得他打得 跟一般其他Pro比较 我觉得又特别的凶 嗯 嗯 他就是很敢输赢 就是 譬如说他的2-2 上次我一看他一个2-2 在小盲 就什么3B 就25个大盲 这样子 他就觉得只要是正EV的牌 他完全都不会放过 对 我们也看见这些职业牌手们 有任何EV的牌 他们都很少放过 连K-High 在面上 他们很少都弃牌 那我们的Huston 在 呃 Denis Smith 都从头到尾没有下注的状况之下 在Riverr中了一个8倍 那Denis Smith 应该也觉得自己的 Ace 是有机会在这个结构上面 有一些领先的 这个Riverr被下的蛮不错的 那很多时候在这边经过两条街的过牌 对 这边他们就 会考虑对方到底是 核牌有没有中 对 那我看见两次在这边 有下注的玩家 确实都是中了核牌才打的 那这里 Denis Smith 他是看他的A10 那张高牌在这里 可不可以抓 对方投机 观众也可以想想看 为什么Huston 这个Riverr的下注 为什么会选择在这边做一个架子下注 因为对手其实在 从头到尾都没有攻击的状况之下 其实他的Range大概也被 CAP在一个范围里面 那其实很多人在这边 中个8可能也不太敢打 会想说 我下注他也可能不一定会哽 那可是其实在这边下注 其实还是有机会 你看Denis Smith 其实刚刚也没有马上想要CAP 其实他还是有可能会抓 所以其实有时候你在 这个情况 你很清楚对手的范围的时候 你觉得你自己领线的话 我觉得就是可以下注 而且对手check了两次 我相信Riverr也没办法 有一些办法来bluff 那这边Richard Dion枪口加1的位置 有选择用A6的牌 想做一个加注 那这里他加注到 4万5千的起分牌 那现在是一个6人桌跟7人桌的组合 那UTG加1的A6off 稍微比较激进一点点 稍微比较松了一点点 可是每个人风格不一样 可是就是还OK 可是通常就是我都会建议 刚打扑克或打比赛的玩家 试着让手牌范围比较扎实一点 那你所在翻牌之后 所遭遇到的问题就会比较少 那当然就是 技术越好 你可以玩的牌是越多的 那一般玩家会选择是 如果A带小踢脚的话 是统花的种牌 那这样呢 是可以买顺或者买花的 然后在这个A6夹着的情况下 我们看见这里发出来是173的面 这边Adams他是击到了底队 我们的Ruchel选择了一个check 那对方checked 情况下Adams在这里选择 下足3万5千的几分牌 顺利拿下抵制 那这比赛是一共是48手买路 现场还剩13位玩家 我们的Michael Souza 是我们2018年 GPI的亚洲第一名 去年赢了非常多的比赛 不只赢 好像在澳洲也赢了 在Vegas也赢了一个 在好像是永利还是威尼斯人的一个 一个赛一杯的冠军 你说Michael Souza Michael Souza 好像他那里的奖金是56万3千美金 可惜没给他换到股份 去年确实Michael Souza非常旺的一年 那我们看得出今年也不比上年差 其实我觉得他就是算是一个星星啊 就是一个一个星的一个star 就是在最近这亚洲 就是因为他毕竟刚转职职业选手 并不是说太久 可是他的成绩真的是打非常好 而且连他的女朋友都打得蛮不错的 对 他女朋友跟他实际上 两个人的排龄都已经超过差不多十年了 但是呢 因为他们那时候都是 业余玩家 因为呢 只有在就是他们都有工作的情况下 只有在业余时间是去会打德州扑克的 那在马来西亚他后来跟我说 他的工资远远不如他在桌上打牌的盈利 所以选择转为职业玩家 其实打扑克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工作 也蛮自由 重点是他其实工资真的很高啦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旅行世界这样打 其实也会觉得会累 其实还是会累的 是会累的 所以我觉得你不管做什么工作 你要当职业扑克选手也好 或者是你要做什么工作也好 我觉得喜欢自己的工作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们在扑克圈 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还是 还是没有这么喜欢扑克 可是因为扑克可以带给他们 很好的生活品质 所以他们就必须要一直在打扑克 可是我觉得就没有这么的开心 他们觉得好累啊 可是感觉就像一般人 礼拜一要去上班了干嘛的 你买的是自由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我们这里看见 Jetton在Hijack Way加注到4万 拿着手指的一对圈 但是呢 这里大盲位Bonnomo拿到了一对A 那这里我们Jetton看见他前面 都是挺幸运的 幸运女神在他那边 但是呢 这手牌我们可以看见 很难让这两位玩家 不了打个all in 那现在总共有效筹码大概是 30个大盲 31个大盲左右 那这一个 我觉得是蛮容易就打完的牌 那再加上 Jetton也是算是比较后面的位置 是在Hijack 那 这把就是所谓的冤家牌 那这边我们看见Bonnomo 再加注到13万的几分牌 那Jetton在这边考虑 Bonnomo手上 他的牌力够不够 要call他的all in 或者他如果跟的话 对 这里呢 我们看见Jetton选择all in Bonnomo马上做了个call 那这边我们要 Bonnomo是不想看到一张圈的 如果是看到一张圈的话 这边他会被淘汰 这里Bonnomo他希望可以翻到 127万4千的几分牌 那我们看到这个flop 基本上Bonnomo已经没有红心 所以基本上已经算是捉音队了 他只能runrun的flush 然后去求一个chop 我们的Bonnomo Double Up 那这个其实是一个蛮cooler的牌 那所谓cooler的意思就是冤家牌 就是双方都没办法闪掉的牌 那我相信Bonnomo这边就算是 虽然这把是Asus 那就算我觉得Bonnomo有一个Pocky Jacks X Queen X King Pocky Kings 应该这些JJ以上的牌一定都一定打完 甚至我觉得1010 99都有可能打完 所以这个 这把真的就是Peter Jetton 是必须要支付的 那可是还好Bonnomo有220万的筹码 所以 不会 这么快 有太大的影响 所以他还可以继续活在场上 其实在场上的筹码就是你的生命值 那很多人都觉得什么 有一些筹码优势 可以去欺压队的时候干嘛 那我觉得这是一点 那我觉得其实更重要一点就是 你有筹码 就代表说 你的 你的命 你可能比别人多一条多两条 你可以多承受一次或两次的贝比 那这边我们看见在合牌 两位玩家都有中了两队 8833 那在这里 Niche他的踢脚是个K 而Smith在这边踢脚 是一个圈 这里合牌 两位玩家都选择过牌 然后看见Niche在这里踢脚更大 顺利拿下底刀 顺利拿下底刺 我对Niche的印象也是他打的 Niche他全名是什么 Dominic 还是什么 Dominic Dominic 他的 他打得非常非常的 算松 算松吗 他忙住 我看过他忙住抵抗是那种 我觉得就是最松的其中之一 他基本上他不盖他的大忙 那这边Hijack way Kenny拿了98童话的牌 加住到45000 然后呢Vogosan在Cutoff way 拿了一对9 选择全压All-in 218000的几分牌 那这里回到Bonnomo 这边他是小盲位 拿到A goal 也是非常不错组合的牌 那Vogosan这边All-in一对9 那Bonnomo这个 S-Jack大概是百分之前十的牌力 我觉得他会跟住 可是他会跟住 因为毕竟后面还有一些人 他不可能 这边直接All-in的话 就是会冒一个风险 除非你赌Kenny没牌 那我觉得这边跟住 那Kenny 如果All-in的话 Bonnomo会盖牌 那是 如果Kenny有好牌 他当然会All-in 所以我相信Bonnomo 应该是会 哇 直接All-in了 这边看见Bonnomo直接打了一个All-in 那他不想做个call 然后被Kenny推个All-in 还有起牌 我要这边All-in的话 Kenny大概只有前3%的牌 再跟着一下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翻牌后 这是圈55的面 暂时Virgo San 是没有危险 然后这边我们 Bonnomo它是需要看见 任何A或者任何Go 好 这里转牌是个3 现在Virgo San 它是有86%的盈利 可以拿下跌持 顺利做了个Double 10个大马 10个大马 现在翻倍到52万1000的几分牌 这边枪口加1的位 我们看见Haxton哈利波特 加足到45000的几分牌 刚刚我们看到Haxton下架 刚刚一时间 骑得很快 没有看到 是有一对二就直接盖掉了 对 其实在前面位置的时候 有人加速 那你的一对二 其实 但在很多时候 大家不会那么容易 就把自己的对子盖掉 那其实在前面位置的话 一对二遭遇加速 直接盖牌是OK的 那这里小盲位的Soyza 拿到了AK 然后呢 在他 积分牌不多的情况下 小鱼 现在是大概15个大马 的情况下 他选择到了一个All-In 36万的积分牌 那现在这里Niche 大马位拿到A圈的牌 那 看着这个情况 不知道Niche 他会不会选择起牌呢 我觉得这个牌 对Soyza 应该会是个好消息 因为这个S Queen S Queen 如果再跟住的话 77可能会选择放弃 可是 S Queen如果盖掉的话 77 我觉得是很有可能会跟的 所以可能 那个Niche 可以保护到 我们的Michael Soyza 那Niche作为一个 比较激进的玩家 那 他选择 Core 那这里现在Action 回到Haxton Haxton 他会 选择 做什么样的决定呢 确实吃了牌 那这边我们可以看见Soyza 很开心的看见 对方是A圈的牌 那这里他应该可以做一个 筹码翻倍 那我这边还是比较私心一点 我想要帮Michael Soyza 加油 那这里Soyza 不想看见的就是发出一张圈 那这里A93的面 你知道现在流行什么 领先的玩家先站起来 准备要走了 因为他们说一般坐着 他们就会被Bibi 然后站起来要离开的时候 喔 就被炒车 这个转排带了一个圈 这不幸的看见 但现在Soyza 还甚至有任何K的Out 把这个转排 喔 我的天啊 你可以坐下来 Soyza 他真的运气超好 真的 他在就是非常落后的情况下 在和牌 给他发出来叫K 只剩下最后的三张 百分之六左右而已吧 百分之六百分之七 哇 好 那我们现在Action 回到红桌 在这边我们看见Peters 跟Davis 打了一个All-In 在这边我们发出来 翻牌是五四二的面 然后呢 这里我们Peters 他想看见的是A圈三 我们我们最近就是很流行站起来 然后都会说 站 站 站起来多死吧 哈哈哈哈 我有一次发出来拍 然后对方就已经站起来要离开了 转拍就马下掉了一个一个Alta 哈哈哈哈 就蹦 就马下中了 对 我们的Riverr中了一个Queen 我们的David Peters 打Bob 然后下次我要跟他比谁站得快 哈哈哈哈 先All-In先站起来 其实我觉得还有像比如说像有一些像 OK WSOP的时候 或EPT那种Final Table 然后剩下 后面有亲友团的时候 我觉得那种气氛真的超棒 真的超棒 你可能两个All-In的时候 那不会马上发牌 那你就会走向后面找亲友团 大喊 然后看着电视 我觉得那个氛围真的超好 特别是如果是可以在这种EPT 或者WPT的舞台 WSOP的舞台上 那会更好 对 那大家我们这个是直播 而不是重播 我们现在是比赛赛场 慢大概就是延迟三十分钟 给大家带来的画面 那我们跟观众朋友们 都是同时看见 这屏幕上的画面 然后帮大家做解说 这个Q10 我觉得是一个跟注 那要3BET也不会不好 那这里Niche 确实做了一个3BET 这边再加注到15万的几分牌 这边是Q10同花 那其实这边其实 有很多两张 其实我有一些 我以前有一些学生 他们问我说 在这个状况之下 比如说Button加注 或是后卫加注 你在小忙拿到了一个 两张10点的牌 就10J QK的组合之类 就可能10勾 10KK 要怎么办 那他们会觉得说 后面还有个大忙 这边如果跟注背后面3B怎么办 可是其实我觉得 没有这么难 就是我觉得可以跟3BET 没有这么的难 进去慢慢打翻牌后也是可以 就不要害怕没位置的时候 那很多时候你会看见 你做一个3B 然后对方call的情况下 你下任何继续下注的话 那对方就很会就是放弃他的手牌 没位置的时候哪个主动拳还是比较有优势一点 然后当然如果对方有任何反抗的话 那你就可以起牌 那这边我们看见NISH 非常幸运的在这个面上中了3条 这太强了吧 我们中了3条可以带牌铜花 在打Poker的过程就是3BET的时候 然后中到自己3BET手里的Runge的时候 真的是超爽的 因为很难嘛 中这样的感觉 那这里在转牌的情况下 NISH他会选择下注 在这里呢他需要得到一些价值 这里下注15万拿下了底池 那这里红桌 这边有三位玩家进入翻牌后 然后呢这个翻牌是勾7-3 这里我们看见Kenny是击中了顶队 绝成他手上的一对6在这个面上 没戏唱了 气牌 那这里呢Peters他用立位 看见Kenny手持的顶队 是不可能放弃这个底池的 是不可能放弃这个底池的 那我觉得David Peters这个CBET 算是一个蛮正常的一个持续的下注 上次有跟观众聊到 要选什么牌下注 就是当你有后门瞬后门花 假设你没有中的话 你起码有个后门瞬后门花之类的牌 假设比如说是开个357 你没有任何的后门瞬花做的话 K10就不应该继续下注 那这边很不幸的 我们的Peters中了一个K 可是我们的Kenny中了两对 那这边 对于Peters来说是他很想要看到的牌 那这里Peters他应该会损失一些筹码 这个转牌会让Peters觉得他现在有领先了 那Kenny应该现在在想说要check race还是要跟呢 因为刚好底时很大 那Peters后面筹码也蛮少的 所以我觉得这边其实是有机会选择check code 让Peters在rever 因为上面结构其实没有太多 成牌的组合 所以他这个KJ算是中的太大 他可能觉得Peters也不一定有K 所以我觉得他有可能只用跟住了 让Peters的rever 继续来也许假设 以前miss的牌看能不能做一些bluff 或者是一些SKing King Queen继续来做一个rever的下注 是 底时555千 Peters后面也刚好剩下50万 在有些情况假设rever是开一张三四一些小牌 Peters有可能会被Rubay选择all in 因为毕竟这个KJ是在第四张才中到的 那开出一张8对Peters來說 他会比较小心 因为有后门花的机会 而且他手上一张红星都没有 好看 好看 哇这个check 实际上把他算是很救到的Peters Peters在这个后排 节省了很多几分排 对啊 那个筹码是1比1耶 如果rever真的是开个一些无关紧要 我觉得Peters可能就all in Peters好像买了四手还是五手呢 四手 四手 嗯 那要打到第几名才会回本 我想要第三名吧 前三 前四 Saina,你分成出来这是Sam Greenwood 还是Lucas Greenwood 这个应该是Lucas吧 这个 还是Sam Greenwood 那兄弟真的长得太像了 那我看一下 这个我觉得像是Lucas 是吗 他后面的那个吗 对 这个是Sam Greenwood 哦这是Sam吗 这个是Sam 你说是Lucas吗 哦等会儿 今天他们两位都有进入第二轮 所以这个胡子比较长的是Lucas 所以他是Lucas吗 这是Lucas Greenwood 也是哥哥 Lucas好像脸瘦一点点 哦好难分 真的好难分 好想看我们两个Hands up 也蛮有意思 就拍来拍去看觉得是同一个人的画面 所以就能不能够 继续解释 哦 那这就是我只是开始做的 这几年 那这就是我只开始做的 是有一个习惯 我生病 我生病 我开始能够 知道 这一步是190 这个前四 然后再加上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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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裡Hijackway,你也拿到了A2童話的牌,在這裡加注到4萬5千的幾分牌。 那Huckston,迪勒威,直接棄的A4,這邊Greenwood 43也棄了,Smith呢,在這邊拿到了不錯,可以防守他打盲的底牌,這裡是拿A2同樣的牌。 其實在這個轉播傳奇撲克當中,我覺得真的很幸福看到這些這麼強的人在一起打牌。 就覺得真的是一種享受,他們都沒有在犯錯的,你知道嗎? 那以後不需要發你工資,然後你給我,你給我,給我門票,好不好? 工資還是要啦。 好,那這裡看見Smith選擇跟注,在這邊面上發出來的是964兩張美花。 那我們的Niche選擇,持續的在有位置中央之下選擇下注。 3分之1的底子。 一樣的牌,有位置的還是站贏面。 Niche選擇,他真的算是很敢打,然後也打得很好。 我記得他去年在一個比賽裡面,主賽打到了第四名。 那那個獎金是已經可以拿400萬美金了。 然後呢,他直接在Twitter上面說,他現在還輸錢。 因為他豪克賽是無限買路的,蔡家手太多了。 然後主賽也碰上一個無限買路的。 所以今年很多的國際比賽,他們都改為可以再買路一次。 而不是無限買路。 對。 好,我們的Niche這邊。 剛贏了一把偷雞的下注,現在拿了一把很大的牌。 。 又是一個cooler。 哇,而且這個是140萬的籌碼,70個大忙。 在這種6人桌、7人桌上對到真的是閃不掉。 唯一一個比較好一點點的消息是因為Niche的位置是稍微比較靠前的。 那他心裡也會知道對手3B的範圍也會比較強。 不過這QQ是真的太大了。 太大一點了。 太大一點了。 這也不知道怎麼閃。 這是我們的Adams這邊的3B size其實也是蠻大的。 那1A Niche。 她平常的風格打那麼鬆的風格,她絕對不太會把這個牌蓋掉。 我覺得Adams這邊有可能會選擇一個跟注 有些人會這麼做 那我是自己偶爾會這麼做 偶爾不會 我也是挑花色 我有的花色會選擇人跟4B 有的花色會無比all in 做一個平衡 對,做一個平衡的策略 讓以後你去扣4B的時候 人家也是會比較擔心手裡有大盤 那這邊Niche打了36萬的積分牌 也幾乎是差不多Adams1分之1的積分牌 Adams在這邊考慮 是推還是跟注 那這裡選擇了跟注 因為後手都太深了 70個大盲 那他也覺得這邊5Ball in 對手其實不一定跟得下來 他希望對手能在翻牌後繼續打 而且他是有位置的 那這裡看見翻牌出來一個K4-2的面 這個K有可能會讓Niche節奏有慢下來 這算救到他了 這邊我猜他還是會做持續性的下注 那被跟他就放棄了 我覺得他應該會下一個可能20萬4分之1 或是25萬3分之1的下注 他不會打得太大 被跟他知道自己落後 因為畢竟這是個4B的底次 那他這裡在77萬5千積分牌裡下注 17萬5千 20% 是一個比較小的注 因為我們其實整理了一下這個4B的手牌範圍 你想一下 觀眾們想想看 就是假設他這邊有一些牌 他應該會有一些能抵抗4B的大牌 那不外乎有JJ 可能有QQ、AK 也許會有10、10、99這種比較弱的牌 可是在這種結構上都沒辦法跟了 如果能跟的話 在你遭遇對手的4B的時候 你這時候都只能放棄 那只有你中了K或是你有更大的牌 你才有辦法持續 持續遊戲 那這裡Adams選擇了跟住 這個轉牌Niche 會有什麼動作呢 Niche這把打得蠻好 對,他控制得非常好 假設他是KK的話 Niche假設他是KK的話 他這邊也會Check 那這裡看來Niche他準備下第二牌 那在這裡他下了21萬的積分牌 也是非常的小 對,他在這邊是打對方手上比他小的對子 剛剛下注20% 這把下注15% 越打越小 那合拍下個5% 這招不錯耶,可以學一下 因為他這樣子更能確定對手手上沒有牌 而且他又沒有花到太多的籌碼 你看他從他prefile到現在只花了20 只花了20幾個大毛 後手要100萬 花了有效數碼是70BB 對,那有時候你剛學德州撲克的時候 有人會跟你說 哦,你進了一個底池 一般你都試下50% 這樣 67% 對,我們看一看見這些職業的玩家 他們會利用各種不同的下注的量 來打每一手牌 然後呢,他們的目的 因為就是這些下注的量也可以改變 Beggen這兩發心寒了 那這裡 我們出來一張勾的合牌 那張勾更棒,Niche全輸了 那這邊Niche 會不會再詳細要下第三槍呢? 因為下第三槍的話 對方幾乎沒有比他小的牌額 這把真的打得好棒 他的這個turn是我沒有想到的一個方法 因為其實如果被跟了一發 其實我就 我就 我就放棄了 他這個真的 這招真的很厲害耶 而且我覺得 Adams也打得非常的好 因為他也知道這邊all in 他不會獲取更多的價值 所以他就在後面慢慢的看你要怎樣 這一把真的是 看了覺得有點感動 呵呵呵 我覺得他們真的打得太好了 在一般玩家可能譬如說AA在這種turns可能就all in了或是什麼 這邊Adams他打了all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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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Niche在reverse選擇check 然後被all in了64萬 這邊Adams非常希望Niche手上是AK的這樣的組合的牌 AK就 就一定是閃不掉了 那你這QQ真的是算是開出來的結構 這個牌沒有 少輸這32個大忙 算是非常非常的厲害耶 Niche應該不會跟住吧 Niche應該不會跟住吧 因為Niche本身他打得很鬆 那打得很鬆的人都會覺得對手在偷擊 嗯 我覺得這把已經把底池控制得很好了 控制得非常好 對 這把牌在任何人的情況下都會輸得更多 看他能不能來一個good fall 他現在覺得對手會不會有一個A5A3的銅花 抵抗一個4B 然後在River 選擇一個bluff A3A5銅花之類的 那他 那他 他在這盒牌 沒有 賭出 對方 是拿AA 有點可惜耶 前面打得很漂亮 River蓋掉就好了 好可惜 對方 他應該想就是面對Niche的翻牌前做了一個4B 他應該用AA的這種牌是會直接退OIN的 AK也是同樣的舉動 所以他在這邊讀他的很可能就是A4A5A3的這種 結構的牌 對 而且他可能覺得對手A是KING 或是AA在TUN可能就O IN 對 然後在聽牌的破產情況下 在合牌 轉成bluff 轉成投機 那這把Adams打得非常漂亮 Adams 厲害 其實Niche前面真的也是 我覺得處理的真的已經很棒了 嗯 我以為他在合牌這裡過牌FOLD掉 可是Niche本身就是一個打很鬆人 所以他會覺得對手也很鬆 這個 這個是一個 常常 你打很緊的人都會覺得對手 對手都有牌 對 那這邊我們不幸地看見Dominique Niche 調到了18個大忙 他已經在這個比賽中做了我們 積分牌領先者很久了 我們有一句就是 容易來的也容易去 那這裡這一手牌讓他損失超多的積分牌 這把Pulva當然ALL IN也是會打完 可是我覺得這一把4B我覺得 4B的底勢我覺得蠻精彩的 所以我們 我們以後要 類似這種狀況要 我覺得可以就是打這個 很小的band 打兩方River 可是真的被ALL IN就要蓋牌 要100%都學 學到80% 就不夠 後面也要蓋掉 這德州撲克真的是 學起來 知道怎麼打這個遊戲很容易 但是要打得很輕的話 就是有可能要花上你一生的時間 對 因為怎麼講就是 一把牌 你所遇到的對手不同 也許牌也是一樣 可是開出來的東西 就永遠沒有一個 一個 一個最假 怎麼說 也不是最假 永遠沒有一個正確的 穩贏的答案 所以當你 其實 像 很多在打Pulker的朋友 他們會 彼此討論啊 幹嘛 那尤其是剛開始學打Pulker的 像我早期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 討論的方式是說 要怎樣才贏一下這把牌 可是 你這樣子永遠是 後來發現這樣永遠是不會進步 因為 那是因為看到對手的底牌 那你才會去想說 要怎樣才會贏 那這樣子討論來討論去 就你有時候可能是對的 有時候可能是錯的 可是你自己都不知道 那等到越來越懂Pulker才知道說 其實我們都要站在一個客觀的立場 在沒看到對手的底牌 怎樣做才是當下最好的決定 而不是說 要怎樣打才會贏 那這邊 我們看見槍口衛的Adams 用A8童話的牌 加住四萬五千的幾分牌 哇 那小毛這裡 Soyza 拿到了一對石 那他現在手持差不多有31個大毛 那他在這裡選擇直接退O-In 那他在這裡選擇直接退O-In 那Adam在這裡扣不動他的A8 好 那我看到 那我们看见这200万港币买入的主赛一共是48首玩家 48首买入 然后呢现场现在还剩13位玩家 那我们回到红桌 大家关心的Peters还在桌上 他也是我们现在现场剩下玩家里面买入次数最多的 一共是四次 那这里Hijack为Bonnemo面对Davis Cutoff家住 选择All-In拿下底子 刚刚我注意到一下筹码的比例 刚刚的那个Davis的有效筹码大概是20出头的大锚 那其实你看在这种状况之下 面对Bonnemo的Race 他还是选择了一个3B盖牌 而不是选择直接All-In 所以也算是打得蛮小心的 让他的A子顺利的活下来 那这边Hackston阿里伯特在枪口位拿到一对六加注到四万五千的几分牌 然后Niche在小盲位拿到K-Go童话的牌选择全押All-In 31万的几分牌 大马 因为这是六人桌或是七人桌 所以上面虽然是写UTG啦 可是因为这是比较少人桌 所以很有可能会跟注的 那换个角度来说 假设是一个九人桌的话 我相信Niche这个K-Go可能只会跟注或者是盖牌 因为面对UTG的Race的话 K-Go的牌力并没有领先太多 那在这种六人桌的话 我觉得K-GoAll-In跟66跟All-In都是一个蛮合理的一件事情 15.5个大马 那这里发出来十十七的面 暂时对Niche没有任何帮助 他希望看见任何K-Go 7 转牌给了他现在领先的牌了 现在这里他是两对 KK实时勾的踢脚 那这个盒牌 哈利波特没有得到他要的六 现在Niche做了筹码翻倍 现在到了66万积分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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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他好像是一種玩具 可以去看看 第三種玩具 走 好 C1C 然後我需要2C 哈斯頓有一個 A8 Adams這邊Q4 我相信應該會是一個 Limp的一個 一個範圍 那根據對手現在28個大盲 也有可能選擇All-In Sorry 有可能會選擇Race 不會直接All-In 基本上是不會蓋掉的 那他這裡跟住了2萬積分牌 那在1對1的狀況之下 A8 雖然是一個前15%的 強度的牌 那我覺得這邊如果 他選擇一個加注 被AdamsAll-In 他都會 他都會是個跟住 直接推了嗎 所以在這邊28個BP就直接選擇All-In 29個大盲 那這裡我們看一下 兩桌的積分牌排行表在這邊 Timothy Adams是140個大盲主 279萬的積分牌 接下來就是Richard Young 42個大盲主 我們可以看見他們倆差別很大 然後在紅桌這邊 我們看見Peter Jetton 73個大盲主 Justin Bonomo 67個大盲主 然後呢 Dan Smith跟 Seth Davis 是我們這兩桌 積分牌最少的玩家 那盲主級別為1萬2萬 潛注2萬 昨天我在咖啡廳的時候 有看到Liv Bory 他有參加這場的主賽是嗎 他男朋友Ego Kognoff 有來打主賽 對 一般Liv他2萬5美金買路的比賽 他會打超過這個 就沒有看見過了 那當然就是全世界打好客賽的女生 也比較少 對 那現在也有看見 Kristen Bignol 跟Maria Ho 都打得多一點 對 那這邊我們看見 槍可衛加1的Richard Young 拿A10的牌 加注到4萬5千的指紋牌 Cutoff Niche K圈 跟注4萬5千 有一些比較緊的玩家 這邊可能K圈 面對前衛加注會選擇蓋牌 可是其實這邊跟注 其實是還OK的 那Huxton這邊拿到了一對9 然後我們看見大毛的Greenwood 這裡有AK的牌 所以大家的牌力都挺強的 Huxton這邊30個大毛 我覺得會是個直接O-in 如果像剛剛A8O都可以直接O-in的話 這30個大毛 99算是非常大的牌力 我覺得他可能會直接O-in 那Greenwood就不用講了 S-King 冤家牌 那這裡Huxton 確實O-in了62萬7千的指紋牌 這邊Greenwood也肯定不會放棄他的AK 那現在A跟K的奧斯被拿走了兩張 所以Greenwood的勝率可能沒有實際上來得這麼高 那我還沒有看見這些指紋玩家FOLD掉AK 對 翻牌起來 沒有 這次在那個EPT台灣的時候 我是全場的Chip Leader 然後我有大概120個大毛 然後我也是在一個HIGHJACK拿一個S-King OPEN被小毛3B 我4B 5B O-in 我就秒跟了 就遇到KK 然後就輸到變60個大毛 之後又撞了一把變短 其實有時候就是真的是 閃不掉啦 就還是要上 那如果那一把其實 那一把在籌碼很深的狀況之下 如果我是很前衛加住的話 我可能會選擇跟住 我可能不一定是4B 因為會 因為你的加住位置不一樣 對手3B你的範圍也會不一樣 所以我會越前面 對手3B我就會打越小心 那位置如果比較後面的話 那就無法避免 那這邊看見 暫時阿里伯特的HUXTON領先 那這類合牌 Greenwood需要擊中 任何A跟K才可以拿下底池 只剩下4張啦 那這裡兩位玩家 積分牌幾乎一樣的情況下 有可能我們Greenwood一起被淘汰了